汪浩大哥你怎么观察现在的变化 对这一次中美双方是副代表层面的谈判 这个本来市场对他们的期望是很高的 但是因为川普的这个公开的这个记者会的发言 他明确表态他不想要一个临时协议 而要有一个完整的协议 而且为了这个完整协议 他可以不要在明年11月大选之前达成 他打算在美国总统大选以后再达成这个协议 或者不达成这个协议都可以 那这是川普这两个星期以来 第一次对这个问题这么明确的表态 这是川普第一次公开表态 他要回到5月初的完整协议 而且回到那个版本 给我照150多页版本签 是 要照5月初的那个版本 那个版本即使那个版本作为基础的话 还有很多要谈的 而且是他下定决心 即使如果那个版本谈不成的话 大选明天大选之前不签都没关系 那这样的话使得中国原来曾经放话出来 想要达成一个临时协议 或者是一个非常有限的协议的这个希望落空的话 那他的代表团就临时决定 不去美国中西部农场参观了 直接就回北京了 而且是双方并没有达成协议说 下一次刘鹤 11月份到底什么时候去华盛顿 是不是真的会去 去谈什么 现在都有点 在空中悬在那里了 那这个话 我觉得看来这个 11月15号的关税增加 就是那个 25%增加到30%的那一个 2500亿的关税增加是会发生的 那么当然了 中共可能因为为了他们10月1号的 70周年国庆大庆 应该也不希望在这之前跟美国撕破脸 所以这个事情就等于是说 大家把它搁置下来了 可能在今后几个星期 双方都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谈判了 那我问你 一方面上个礼拜四 那这个白邦瑞人在美国 我看到人在香港 然后他接受南花早报的专访 然后我看到他出席了一个 相关的美国的投资的商会的 公开的场合 接受记者的发问 白邦瑞是上个礼拜四 礼拜五的时候公开表态说 事实上川普没有虚张声势 真的有可能把关税拉高到100% 紧接着而来是这个周末 川普就公开宣示他要完整的协议 那照白邦瑞的说法 跟对比川普直接表态要完整的协议 未来十月份的谈判 事实上是不容易乐观的 而且很有可能未来的发展 是不是取决于川普会不会不爽 或者这个翻脸的 然后又拉高关税 对现在的情况是说 连在未来十月份 刘鹤会不会去华盛顿谈判 都已经变得不太确定了 然后这个谈判的话 能够有什么样的结果 也是非常不确定 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10月15号关税 从25升到30%以后 川普下一步再采取什么行动 实际上也很不确定 因为川普曾经公开的 美国白宫的发言人曾经说过 川普对于从25%升到38% 实际上是有点后悔的 他曾经是希望升得更高的 不只是30%可能是45% 因为川普一直脑子里 有一个45%的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某种意义上 中美关系有可能 在今后几个星期之内 突然之间的恶化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 很重要的时间点 就是有可能在这个星期的下半周 美国国会就有投票 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 那美国国会按照 现在国会所有的消息来看 美国国会通过这个法案的 可能性是很高的 而且是有可能是大比例的 通过 如果是三分之二的比例通过的话 川普应该是不会否决的 因为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 你如果一个法案 国会超过三分之二的通过的话 总统实际上应该是不会否决 否决了国会再通过一次 就自然生效了这个法律 所以如果美国国会这一两个星期 大比例的通过香港的人权和民主法案 川普也没办法否决的情况下面 中共有可能会要强烈报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中美关系会一下子急剧恶化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好那这一盘其实是搭配 一起看的下个礼拜的 美国国会的香港民主跟人权的法案 那事实上现在看起来 力推的是裴洛西 那这个在美国内部 两党的共识是很高的 所以事实上过关 以及川普推动的几率是蛮高的 然后以川普应要一个完整的协议 事实上假设中方并不让步的话 那这个破局的几率也可能拉高 而同时上个礼拜 那中南海还挖了两个 这个美国的后花园的 台湾的邦交国 那所以换句话说 从现在不管是香港的战略 对台湾的战略 或者是贸易战的战略 中美的关系在十月份 再度恶化的几率是拉高的 对而且不光是这个 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是三个情况 中美贸易战的恶化 这个香港的人权民主法案 对台湾的邦交国的问题 实际上这两天 蓬佩奥在很多公开场合 美国国务卿在很多公开场合 对于中国新疆的 他们可能推一个新疆人权法案 对这个已经在国会参议院的 好像哪一个委员会已经通过了 所以有可能进一步成为一个法案 就是美国推了一个香港民主法案 这是攻防香港 但是美国还有国会议员要推新疆人权法案 对 那网路上在流传新疆的各种集中营受虐待的画面跟影像 对所以这个美国国务卿对于新疆人权问题也一而再再而再的公开 在这个周末就这几天 昨天发表了很多公开的谈话 对这个问题大力的这个 要世界各国引起重视 而且他特别是要求中亚的中国的几个邻国 不要把他们在他们当地的新疆维吾尔族人的这个人员从中亚前返回中国 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皮特纳巴罗又这两天他们去开这个联合国的世界的邮政协会的这个邮政的一个会议 他要求这个全世界的邮政组织改变他的规则 这个实际上本质上是取消对于中国的这个优惠待遇 优惠补贴 如果他们这个不接受这个美国的提议的话 美国有可能退出世界邮政联盟 这个也是等于是又有一个新的战场开辟了 所以现在某种意义上美国跟中国是有很多很多战场 而且他们国务院已经说了 他们一定会采取措施 对于中国挖台湾邦交国的墙角问题要采取措施 至于是什么措施 现在还没有公布出来 那我问一下王豪大哥 所以这个被接管的状况可能持续扩大 对 因为实际上今天北京国务院又发了一个新的公开文件 鼓励这个所谓这个吹哨子 就是鼓励这个企业底边的员工 揭露他们的老板的这个不法行为 那实际上就是 他的标题国务院是说 举报老板干违法的事 不仅奖励还保护你 对 所以他现在在鼓励一大堆民营企业的员工 举报他的老板 对 那你会得到奖励而且会得到保护 对 这就是以前毛泽东在鼓励这个工人阶级 斗资本家的这个运动 那以前1950年代初所谓三反五反运动 就是搞的就是这个 所有的这个企业里面的工人 这个基层的员工都要揭发你的这个资本家 所做的这个所谓的违法不法行为 那这样的话呢 你随便揭露出来 共产党就把你的财产给没收了 把这个资本家就给打倒了 或者是把你这个公司合营了 那整个搞的这个运动 现在以国务院的文件发出来 动员全国的工人 老百姓来揭发他们的公司的老板 那整个一个就是共产党 这个搞阶级斗争的一个行为 那我换一个角度来讲 从民营企业来说 它现在等于多面夹杀 中国内地的民营企业 如果是制造业做外销的 现在贸易战是被川普夹杀 因为被关税追杀 然后如果是做内需的 因为李克强都说保留保不住了 所以内需是衰退的 最明显的是 中国汽车跟车市造成的衰退 使得戴姆勒克莱斯勒都衰退 那它都影响到德国经济 好这个是另外一面的 内需的消费市场的夹杀 再来你刚刚讲的是 工人来举报老板 这是内部夹杀 等于是企业内部的阶级革命 那现在在中国经营事业的风险 根本就是到处都是风险 对因为共产党最近这一段时间 处于一种疯狂阶段 它到处叫人举报 而且这个举报原来最有名的 国务院下令叫大家举报 原来最有名的是朝阳区大妈的举报 以前台湾的明星不是跟成龙的儿子 叫谁 柯 柯谁就是吸毒的举报 朝阳区大妈的举报 后来这个又搞各种举报 就是什么反台独 反什么各种行为 连欧阳娜娜都在网友举报 然后在学校里面 学生举报老师 这个案例非常多 现在国务院出公开文件 要企业的员工举报老板 那这样的话就搞成人人自危了 因为全国的任何人都可能举报你 你不喜欢的人吗 因为你不喜欢这个老板 你就举报他 然后国务院鼓励你 政府鼓励你 那你去写黑信函 就把他举报了 对吧 然后你学校里面的学生 不爽他的老师 你就举报了 是吧 你要不爽这个哪个明星 你又把他举报了 那整个国家就变成了一个 一个一个人人自危的一种状况 那就回到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 完全人跟人之间是没有任何的 一个正常的信任的关系 完全每个人都可能被举报 每个人都身边睡的都是黑鲁晓夫 我问一下卧号大哥 这种农村商业银行 是不是类似像台湾的农会 台湾以前金控的金融的危机跟伤害 也是一波接一波 第一波是民国七十多年 台湾前烟角木 韩粉最怀念的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台湾股票市场 涨到一万两千点 那个年代股票 股票飙涨 然后房地产飙涨 然后第一次五颗蝸牛 跑到中校东路睡 为什么 因为房地产跟股市狂飙 很多寿星阶级 或者五颗蝸牛觉得很苦 但是那一波打下来之后 台湾倒了一堆小银行 然后有一些农余会信合社就不OK 就给他们病一病 然后第二波 走到第二波是那个第一波是李登辉当总统 第二波是陈水扁当总统 为什么 因为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 一路杀到2000年 阿扁当家 所以阿扁弄了一个二次金改 那个时候改什么 改很多小银行 你现在很多听不到的那个名字的银行 当年都是那一波倒的 然后那一波也倒了很多 在台湾叫做农余会跟信合社 那那个状况跟大陆现在的状况是很像的 当然是 因为这个中国它有两三个层次 一个是农村信用合作社 那么就是你刚才讲的台湾的农余会那样的 那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话 一般都是有区域性的 但是在全国各地有好几千个 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农村信用合作社 然后还有城市商业银行 原来也是城市信用合作社 那然后呢在不同的城市 那有一些刚才讲的什么 锦州银行是锦州的 包投银行在包投的 但是有一些银行就慢慢从一个城市 发展到一个区域 然后就从一个区域发展到全国性 所以呢它取决于各个银行的不同的状况 那刚才讲的那个山东的横峰银行 它就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银行 但是实际上现在问中国的问题比较大的 确实是这个城市商业银行 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农村商业银行的 这种状况 那这个第一它的量非常之多 第二它一般都是跟地方政府 有很大的勾结 它的整个这个 台湾的术语叫做超贷 有的时候是拿不值钱的东西去抵 然后就从银行搬一堆贷款出来 是啊是啊是啊 然后可能周转不灵就还不了 然后就赖账贷账 当然就是它有地方黑道啦 地方政府啦 然后地方政府搞这种各种各样的 没有回报的基本建设 然后向银行贷款 然后这个用这个各种土地去做抵押嘛 所以这些银行的坏账率 隐形的坏账率非常之高 但是他们的办法是说 他们不报年报 有很多银行 中国大概现在有 起码有20多家银行 是已经有 两年没报过财务报表了 那这20多家银行 所有的资产加在一起 将近有20多万亿人民币 就是20多兆人民币 对啊 那100兆台币耶 是是是是是 是台湾的GDP的五倍 如果他们都跟 他们的状况实际上 那不够拿香港的外汇存底来填 是 所以他们的状况跟这些包商银行啊 跟这些银行的情况非常类似 如果他们也都跟着 像包商银行发生同样的系统性的问题的话 影响非常之大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